1883年1月19日 美國發明家托馬斯·愛迪生 在新澤西州設置了第一座 使用露天電線供電的白刺燈照明系統 1879年12月31日 愛迪生在門洛伯克 做了白刺電燈拋的第一次公開演示 1880年1月27日 他在美國為此發明申請專利 並聲稱我們將洗電變得更便宜 只有富人會燒蠟燭 阿迪生持有眾多對世界有極大影響的發明專利 他的主要發明誕生在新澤西州門洛伯克實驗室 為紀念這位發明家門洛伯克士於1954年 改名為愛德生士 如今在新澤西州的第六大城市 有明天這位發明市內閣伯克士 為紀念這位發明社交來長自去 開了紅色誠使用露天 小omedic眼鏡 歡迎收看観光 歡迎收看観光